今天我們繼續加丹尼爾的特輯 上集就跟大家分享完我精挑細選出來最喜歡用的10樣產品 如果未看的話可以按這裡不會再重複的了 因為很多很多其他產品想分享 有多少就是這裡 我連袋子都是加丹尼爾是不是很厲害 所以廢話不多說 裡面除了有護膚品還有頭髮用品身體用品 如果你也想知道我的用後感的話 現在就開始吧 我會跟自己護膚的步驟去分享 首先說了卸妝 除了上集很喜歡用的卸妝箱外 我手上還有他們另外一款產品 這個叫積雪草卸妝精華露 它的質地是Gel狀的 讓大家看一下 非常之輕盈的 你推開出來完全沒有油膩感的 尾巴和積雪草面我差不多都是很舒服的 但我不喜歡用它 原因就是因為它潔眼 第一次用的時候打算測試一下清潔力 全面的彩妝不斷擦到眼睛的時候 又痛又潔又辛苦之餘 它是下不了我的護膚 不過紋身我覺得它的質地是蠻適合油肌混合肌的 完全是很清爽 但不會扯乾皮膚的 是很舒服的 但沒辦法 潔眼對我來說是死罪 所以完全毫無疑問 我會投回卸妝商一票 卸妝講完我們就到洗臉產品 Total有兩款 第一款是甘骨舒緩潔眼霧絲 看到頭就知道它是泡泡來的 潔出來的泡泡超級綿密 會像cream的 完全沒有梳洞的感覺 它不會很流質很快流下來 然後一炸下去很舒服 好像麵花糖一樣 它給我的感覺是溫和舒服 不會慢慢緊 但清潔力也不算很強 所以很適合早上用來洗臉 以洗臉泡泡來說它的質地非常舒服 是一個不錯的產品 而如果你是混合機油肌 想要更加強的清潔力 就可以試試這款 名字叫鼠尾槽水潤舒緩 結硬型露 這個質地大家會看到 是GEL狀的 濕一濕水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起到泡 非常清爽的一款洗臉產品 沖了水之後觸感很乾淨 沒有浪費任何油的感覺 所以男生或油肌的朋友 應該會喜歡它 但以我乾肌來說 它的保濕度差一點 我會喜歡泡泡多一點 因為我是喜歡一些 溫和一點的潔面產品 洗完臉之後就到Toner 我手上有兩款 這支是精水導入保濕化妝水 擠出來你會看到有濕度 不是完全水潤的Toner 但一推開 不需要擔心 它的潔不會變成拉絲那一種 它的容量是120ml 價錢大約$85元左右 以這個價位來說 它的保濕度屬於非常之不錯 我是喜歡用它的 用手拍在臉上吸收 比起用化妝棉脈 感受是大一點的 保濕度也會好一點 是一個值得入手的產品 但為什麼進不到Top10 就是因為我有很多Toner 它只做到保濕 沒有其他功效的話 順色了一點 不過$85元差不多了 不要太多要求了 另外手上還有這支 毛孔淨化平衡液 它的質地同樣都是GEL狀的 比起剛才的Toner更加輕盈 但是我沒有太大感受 因為沒有毛孔問題 所以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它是很清爽很快吸收 完全沒有負擔感 對於改善毛孔的能力 我就沒有太大感受了 除了這支平衡液之外 同一個系列 它會有毛孔緊節調理乳 包裝也是差不多的 然後質地方面是一個很輕身的Lotion 推開的時候一樣是很輕盈很容易吸收 推開了吸收完之後摸下去 霧霧地感覺上有點像控油類的Lotion 不是保濕型的 也不是直那種一摸下去 假滑有沉默的感覺 是霧霧湧湧的 所以如果有油肌的朋友用過它 有任何感受 歡迎留言告訴我的觀眾 以一個乾肌來說 我不是特別喜歡這種類型的Lotion 如果以日間Lotion來說 我會更加喜歡他們的 積雪草彈潤修護乳 這支上年夏天的時候 已經用完 不知道放在哪裡 所以放了一幅圖在旁邊 它是很輕盈的乳液狀 很適合日間的基礎保養 有適當的保濕度 摸下去 塗開之後很柔軟的皮膚 沒有任何負擔感 但是對於冬天來說 它不夠力 滋潤度有少少不夠 所以暫時我沒有回購 我都在想入不入它 因為夏天的時候就會掛著它 其實我還有這一款 深葉球順效修復精華箱 應該怎樣形容它的質地 有少少像醫生開的藥膏 推開的時候有少少像 Cream Mask Gel Mask的感覺 它裡面有杏仁酸的成份 所以我不會全面用它 因為保濕度真的不夠 但是如果發現臉有少少的問題 例如抖印、粉刺或暗粒的話 我就會拿它出來 其他地方只會用保濕滋涼型的面相 但是有問題的地方就會塗它 慢慢去改善它 它不是那種一覺睡醒 什麼事都沒有很神奇的那種 反而是很溫和的 慢慢幫你改善 看看合不合你的Style 所以我會放在家旁邊新用 然後來到下一個Category 就是精華 總共有五支 最無感應該是這一款光透淨白精華 用了一陣子之後 都是覺得它的美白效果不太顯著 照之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乳白色比較流質的 質地來說是非常舒服 很輕盈 只不過我不是很看到的美白功效 然後到這一支是積雪草修復緊緻精髓 質地來說有少少像精華水 都是流質的 但是有少少的黏度 不是粒粒的那種黏 只不過不是完全水狀 僅致這一方面 我就不太看到了 但是如果以保濕度來說 它屬於中等 混合肌的朋友不需要擔心 它真的很清爽 完全不黏黏的 以年輕肌膚的朋友來說 它是一個很好的基礎保濕精華 但是如果跟我一樣都是輕熟肌的話 你會覺得有少少不夠力 除非去到夏天 很熱很焗的天氣 完全不想要任何黏黏感的時候 我都會用它 這個就是我對它的感受 非常之輕盈的一個保濕精華 然後就到這個5%杏仁酸淨化精華 通常杏仁酸都是非常水狀的 而且塗出來是很清爽的 我用過很多隻都是差不多 它的價錢是港至150多元30ml 大家隔一隔一隔 因為我自己覺得 所有杏仁酸用的感受都差不多 記住用完杏仁酸之後 一定要做好保濕 因為它有少少扯乾皮膚 有什麼情況會用到它 就是覺得自己皮膚膚色不均勻 有抖印、毛孔粗大想改善的時候 連續用一個星期 然後再停一會 不可以不停地用它 它會皮膚受損的 記住你是用一段時間 停一段時間 慢慢去改善問題 然後這款叫做 Idealist全效基因庫活精華 不計換光油的話 精華類我最喜歡用它 因為它是一款抗衰老產品 不要以為抗衰老一定很厚很稠 你看它很好推的 它是完全不厚重很舒服的抗衰老產品 夏天都用到的 至於功效方面 它幫不了我反腦還痛 那可不可以延遲老化的話 等多幾年才可以回答你 但一向抗衰老產品都是 擦安心的 擦了之後就覺得自己沒那麼快老了 最後一支的殊敏度是極高的 酥敏角砂潤澤精髓 大家都知道 一說角砂就是偏油的 它也不例外的 比較結身 但一推開你會發現 不算很難吸收的 很多乾肌的朋友都喜歡用這個 因為滋潤度足夠 以及吸收完 沒有油光的 你看到不會有塵油 黏黏黏在上面 但是如果可以給我選 沒有條件 我一定會選擇換光油 如果你用角砂覺得不錯 不妨你又試試用這個換光油 看看會不會跟我一樣 都是覺得它修復效果更好 然後我還有這一款 初谷花200萬安凍膜 它的質地是很濃濃的 推開的時候很油滑 是一個可以吸收的sleeping mask 不會整晚都是這樣的狀態 不過除了剛剛敷的時候 有點涼涼的感覺 其他感受都不太大 想要提亮我會敷他們的生物纖維面膜 不需要敷過夜 這個一起來覺得差不多 純粹想告訴大家我有用過的 深層清潔方面 有這個黑醋率省膚泥膜 塗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滑的 沒有任何火粒 然後你會見到 延展得非常之好 它的味道很見仁見智 有一點酸酸的 有觀眾朋友直接跟我說 好像廚餘的酸酥味 對我來說 味道沒有那麼難聞那麼臭 接受到的 只不過這件事就很過人了 功效方面它的清潔力 中間味道很強 扯乾皮膚 也不會溫和到無感 它大約20分鐘左右就會開始乾 在皮膚比較乾的位置 敷得比較薄的位置 都會感覺到緊 看到一點點裂痕就好洗了它 現在是半乾狀態 你看我就這樣擦 都不會有裂痕 很辛苦龜裂的感覺 但是旁邊這些位置 明顯是看到它開始乾 那就要洗掉它了 因為我沒有黑頭粉刺 所以深層清潔對我來說 偶然做下的step 不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會喜歡一些溫和少少的產品 終於到眼部產品了 有這兩款 這個是現物性態 復活緊緻精華 質地就是啫喱狀的 非常清爽 日頭用絕對沒有問題 我挺喜歡日頭的時候用它 塗眼箱前打底是挺清爽 不會厚重的 消腫、去眼腫的功效都看到 但是如果你說眼袋 看看這裡 我說有用 你也不相信 所以是一個很基本的眼部保養 如果有很嚴重的問題 想它幫你改善的話 還是不要太大期望了 而另外這個是 燕密亮白庫活眼霜 它的質地是非常挺身的 推開的時候 它有一定的厚度 你會看到延展性 不是特別好那種 我不喜歡用它 因為它的厚度不是滋潤度 也吸收不到 永遠有層東西在眼底很不舒服 所以它是少數我覺得都蠻福的產品 大家可以避開它 而臉部最後一樣是化妝品 加單有出粉底液 它的名字叫裸妝輕粉底 而我用的是2號自然色 撕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也是有一點稠身 但是有流動性的 推開的時候延展性非常好 剛才一泵的份量 基本上我可以用全面的了 先利身一下 我是用慣專櫃粉底的 所以比較之下對它來說 有一點點不公平 但是我真的喜歡粉底 化完出來 有提升膚質的感覺 光澤感和無瑕的感覺 真的很重要 這個我只可以說它不適合乾肌 因為化完妝出來 我看來皮膚很粗 比我本身的皮膚更加突顯了問題出來 雖然它的遮瑕度不錯 均勻膚色也做到 但是我會寧願花多一點點錢 買回一些專櫃粉底 看來整個樣子比較無瑕 然後皮膚看上去好一點 好像更加開心 我今天用了它來化底妝 大家可以憑畫面自己感受一下 輪到身體保養的部分 這個是迷迭香金骨身體活化乳 它是我用過最輕身的body lotion 塗完之後完全沒有滋潤感 只有一股味 所以如果我不想身上有任何 塗完body lotion的感覺 但是又想有一點點香噴噴 就會用它 如果我是想要一點點滋潤感 我也不會用到它 是挺有趣的body lotion 精油蠟燭也算是身體保養產品 我是挺喜歡它可以點一下 又可以香一下 然後又可以塗身 我是因為這個牌子才知道 原來有精油蠟燭這件事 有一種蠟燭是可以燒完之後塗身體的 所以它永遠在我心目中都佔一隻胃 輪到最後就到頭髮產品了 這一款是解憂的樹 舒緩修護洗髮露 而另外這一款就是 直水割蛋白修護護髮膜 Top10那條影片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很喜歡用這一款洗頭水 但是這兩個產品 對於我這種無限又漂又染 今次最後還適合的受損法則來說 是不夠的 這個洗頭水是很正常很normal 除非你很喜歡解憂的樹那種味道 你就會喜歡用它 然後Hair Mask 它真的給一些普通的髮質 一點乾乾的髮質 對於我這些和港草型 裡面已經受傷了 它是不夠力的 所以很快速跟大家說一下 我有用它 只不過感受來說 就沒有它這一款洗頭水那麼大 好了 今天終於跟大家分享完 我用過的加丹尼爾產品 一個品牌裡面總有些產品 是我覺得比較喜歡用 有些沒有那麼喜歡用 還有有些是比較適合我的膚質 有些比較不適合我的膚質 不會說全部東西都很正 推大家買 全部都是推介 我知道生日慶有優惠 你們都很想買東西 所以才拍這條影片 希望在這個時間可以幫到大家 選擇你們心水的產品 對了 這條影片實在太長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下次要拍Brand Focus的話 讓我先投一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星期三 和星期日星期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是有加丹尼爾的優惠碼 平時買東西會有八五折 現在生日慶他們官方有的優惠我都有 然後有些產品如果沒有優惠的話 都可以用這個code去做八五折 那你付錢的時候就看看 用官方的code便宜一點 還是我的code便宜一點 沒有壓力的 我特地不在這條影片那裡說 就不想有人誤會這條影片是廣告 你們喜歡用就用吧 不喜歡用的時候 我都沒有所謂 因為我自己是買東西的時候 我自己用得很方便 對了 就是這樣啦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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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